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着黑色短裤的是波球 穿着黄色长裤的是伊龙 这场比赛我们等了一年多 一年的等待 宿命之争 两位英雄的二番战 没错 没错 在赛前 伊龙是以静的方式 在备战着整个正常的比赛 调整人对他的心态 体能 波球是以动的方式 在恢复着自己的力量 这场比赛两个人做了大量的准备 很快 在接下来的 如果不出现加时的情况下 大概九分钟的场上时间 我们会看到两位王者 给我们带来的比赛表现 是 对于两位先生来说 风格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为了运蓄能量 调整状态 所以说让我们也期待着 这场世纪之战的二番战 能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 比赛开始 这场比赛在赛前又出现了 伊龙的后手拳 低扫 又一次低扫 波球上来之后还是依然的从容 全身的后板拳打空了 这几拳 每一拳都安藏杀机啊 整刀 波球的腿法在全世界这个级别里都是非常强悍的 是 伊龙的联系组合拳 走 波球呢 在这个满月帮拉战的这个声音中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而伊龙这场比赛也面临着自己从技术到心态的一种蜕变 是 其实在我们 宾法当中啊 孙顿的民法当中有四个字叫风铃吼山 没错 我觉得特别适合形容伊龙和波球 伊龙 齐虚如临 不动如山 哇 波球前后的打击 现在我们看到的对 我们看到的波球真的就是侵略如火 骑士如风 没错 波球 伊龙还了几拳 波球顶西没成功 扫踢 顶西 要知道虽然是泰拳手 波球对这个规则可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对 我们在伊龙眼前当中的也看到了一份坚定 也看到了这个胜利的渴望 波球现在在躲伊龙的前手的摆拳 做一个左侧的侧闪再进攻 看来赛前做了大量的研究 伊龙还想做这种前摆拳节后手的边拳 还成功 波球扫踢 换腿 波球后手后直前摆 下面踢一个平衡 中段扫踢 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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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手的连击 左手顶膝 双方换拳 左腿嗓正登 哇 这个技术的含量很高啊 是 STOP 波球又有一个这个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这样的话呢还是有效的破坏了伊龙的这个节奏 是的 比赛继续 波球一个地位的打斧 顶膝 中段扫帖 中段扫帖 伊龙的前四 中段扫帖 好 顶膝 刚才 张迪文老师还是吃起了 哦 波球的成绩偷了一腿 这个没有必要 第一位扫卡 刚才波球想用一个转身的反背拳 但是距离不够 伊龙继续用扫帖的扫腿 后摆拳 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从精神到胜利上的一个震撼 是 其实刚才 哦 又来了 又一次的 所以摔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允许的 是允许的 但是不计分 对 呃 波球应该说连续用这样的方式呢打乱伊龙的节奏 是 其实伊龙反而是一个不太在意节奏的选手 对 对 经常会以这种不同的角度来对攻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兵法当中风银火山 后面还有两树 一个呢 叫做这个 动如雷霆 还有一个呢 骑男如今 是 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选手的运用啊方式啊 让对手很难捉摸 是的 伊龙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不错 在澳大利亚战的比赛里边伊龙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鞋腿 一扫 哎呦两次发力了 场上裁判 伊龙比赛非常的重要 裁判的起座也非常容易赢 对 波球的这种顶膝 两个人换拳 后摆拳前摆拳 波球的后摆 击中了 伊龙后步 伊龙的右手摆拳也击中了 前四 前四 其中那位 波球的顶膝 哇 这是第二回合的表现 简直 不给观众任何喘息的机会啊 双方把自己武器库里的武器一样一样的全都拎出来了 好 各位朋友们在 众所期待下 常规意义上的最终局马上就要出现了 前两局 两位呢 打得非常的胶着 比赛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比赛 真的是 对 正如刚才王与博老师说到的 把自己 兵器库里的所有能用的兵器 全部拿出来了 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两位选手来说 已经不是胜负那么简单了 对 已经是两位选手一次对于 市场 对于整个市场需求 两人需求 以及整个的 武术精神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档次 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叫做不忘初心 没错 对于博继援手来说他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就是胜利 就是预遇 没错 这场比赛是波球需要的 是一人需要的 是整个 武林峰和做的观众需要的一场比赛 我需要一个真正的 走 最终的对决 正向赛机不多啊 对 重机不多 对 其实呢 呃 正如刚才波球说到的 可能以前 对于一龙他的了解并是那么多 哎 在战术上 可能会固执的有一些问题 但这一场 我看到两位都对对手有着足够的重视了解和尊重 是的 走 走 这场比赛可以说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宣传 这场比赛可以说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充分的准备时间 好 一龙 快 其实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能仔细观察的话 是真的来到 我真的建议各位看一看一龙的眼神 这个带摔没有意义 我们在张体肛好像是多次的在带给波球告知啊 扫地点没打到 我一龙现在整根的眼神七场变了 是 这个眼神当中 有对胜利的渴望 没错 有对信念的坚定 是的 拨球在目前的位置对于中国选手来说还没有失败过 对 所以这场比赛到底是一龙翻回一局 还是拨球延续自己胜利的荣耀呢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胜负 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已经超越了整个赛事这九分钟的本身 对 站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代表着无论者的荣耀 代表着无论者的坚守 这场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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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机会的把握 时机的把握 位置距离的把握 都要求是极高的 和球的这个右侧的摇臂啊 极大的克制了一龙前手的直拳和摆拳 对 和双方的这个相生相克 我们看又一次 又躲开 在赛前肯定做了大量相对相关的训练 是 咱们警告了一龙不可以进行握抱消极 最后的七秒钟 一龙扫贴 连续的最后的是连续 这场比赛短短的时间内 长规矩已经结束了 是 我们很难判断最后谁拿到了比赛的 胜出来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我们期待着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我想此刻 你们的心情 依然是无法平复 让我们再一次 把最最热情的掌声 送给一龙 送给波球 跟随中国竞技武术成长 打破这样一个面对波球 失败的魔咒 接下来的结果究竟怎样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期待 我们等待着最终的比赛结果 我们有请 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一龙 感谢波球 在今天这样一个完美的时刻 为我们送上的精彩的对决 谢谢 谢谢他们送上的汗水 谢谢 我想 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今晚的这个时刻 更会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我们也再次祝福 两位伟大的舞者 在未来的竞技武术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谢谢你们 我们的比赛结果 最终 将为大家呈现的比赛结果 有请 采拜 好 最终的结果 我们一起来期待 这样一个时刻 可能不光是我们 两位选手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 电视机前的亿万的观众 当然我相信 今天晚上 会有来自全球的 众多的搏击爱好者 一同在关注着 这样一场 伟大的赛事 好了 我们接下来 揭晓 比赛结果的时刻到了 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29比28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28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28 我们终合一龙胜利 终合一龙 我们终合一龙 在一龙的身上 体现了中国舞者的精神 不会抢手 勇于挑战 百折不挠 我们终合一龙 有请武林峰创始人 中国经济武术倡导者 武林峰先生 WLF世界搏击理事会 副主席黄永航先生 云逸 蓝波基尼野生度假九年 董事长 李宝峰先生 一龙奥语北京搏击培训基地 董事长刘灿女士 为一龙颁奖 再次祝贺一龙 一龙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们希望在未来 能有更多像一龙这样的 优秀国际人才 从武林峰走出来 从中国走向世界